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默 huu 毒荞 负面的动作 对 对 总之可以开始用 好 那先看这一台 来 看这边 1 2 3 OK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接下来好像一个工程 工程 工程 好 谢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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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这个机会 来给大家分享 我们这样有利用的过程 对 我不知道 但是 以前好像有点圈 但是 来 拿下来一下 那在接下来的 高三点的时间里面 准备入手续 就是靠大家 扫着这个Cone Code 或者有扫着Cone Code 可以扫着Cone Code 可以扫着Cone Code 然后输入4站的行动输入 那就会进入这样的 运营分析 但是我看已经有45个问题 所以 其实大概 不可能会拉完 所以 现在就是一个 拉票的很刺激 因为哪一些问题 会出现的营物商 完全新採名 拉票的运营分析 但目前 就是最高调的 就是洗衣票 就是三倍的刀缝 能不能够 征服宇宙 对 那这个就是 我第一个讲的主题 那讲完之后 就会换到 下来的主题等等 直到时间用完 那如果没有人 要跟我们抱歉 但是 我都没看过 那如果中间想要追问的话 那欢迎举手 举手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 数位浪克风 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所以 可以数位就是 人气法言 这样子 所以举手的这个 数位浪克风的 优先顺序 就是包括这个 策略的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时间跟面积 都要OK 好几位浪克风 就开始了 那分于三倍的 躺空也都征服宇宙 在这个主题 我们知道 雨跟宙 它是 就是 所有的空间 跟所有的时间 所以问题 就好像是说 三地选入 渡舟征服海洋 因为不管我做什么 我都是 还在这个宇宙里面 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 从某角度来看 行动不用做 就已经征服了 海洋水 逼得来就是海洋的一部分 但是 反过来讲 如果你觉得说 那这三地水 就可以代表整个海洋 那这样子想 也运用错 但是这是 为什么我都把 empowerment 就是配例 就是这个字 现在常常翻译 增幅 amplify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 底水 就是想到整个海洋 所以 确实是海洋 透过这底水 来增幅的 但是呢 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说 那好像这三地水 就可以当作海洋玩用 也在缺水 所以缺水的时候 缺水的时候 还是要蒸一下雨 不是说 这个到个三地水的时候 大家 我们也一起客人一下 所以 我觉得这还要区分 那两个不同的层次 就是 征服 如果是想象征性的增幅 就是amplify 在这种层次 那可以说是 任何人他只要 愿意就是 在灯出的时候 让宇宙的一起灯 如果是要来到好 从莫非角度来看 就是宇宙因为你而过分 这样子也可以想 深信一种增幅 但是如果反过来 是说你要整个宇宙 可以轻易的并致来行动 就是在电影面 比较常看到那些 那这个当然注定是徒劳的 因为你不管再怎么样子做 到最后你还是宇宙的一部分 会变成说到宇宙之外去 所以大概是对这个问题的 初步的回答 那有一个很棒的问题 谁会对我们想要问说 现今AI趋势的年代 或许会未来有机会 可以把人的脑部 传送到电脑世界 或者电子系统里面 来达到融活的可能性 那请问认为 这是违反生物的生命原则 这当然是违反 就是违反 就是违反 对不对 原则定下来 就是可以违反的 那我想这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融活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永远活着永远效果 它的意思其实是说 你会有一个看病的问题 就是你会有 我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接下来接个怎么样 然后将你们的期许下去 可是呢 如果是把网络 传送到电子系统里面 那比较不是像 我们现在实际互动的场景 它可以说是有点像是 你放一个YouTube影片一样 从我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把你自己 要不要今天演讲的部分 上传到YouTube 你也可以说是把 就是你的脑迫 透过电脑 通过电脑 传送到电子的系统里面 然后在电脑世界里面 来达到永远 因为任何人想要重新听 这次演讲 有一只旅类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 严格来讲 看到这个字面 其实已经打成了一个情况 但是它是不是 真正的医生的生命呢 它会不会透过 我们现在讲 透过互动的方式 可以就是 及时的去反映大家的 不管是表情啊 感受啊 或者立刻冒出来的问题啊 等等 我觉得生活这件事情 还是一个 就是很多人一起在 某个场合 在世生活 有点像是正式生活 然后我们只是 生活的载体这样 但如果你现在 把一个个体抽出来 然后把它 好像变成一个 什么像标本 或者是一个画室 这样子的方法 它冻结在一个电子上 然后不断地播放 那这样的话 我不觉得 这个真的是生活 但是如果你觉得 那是陌生生命 就好像说 有些人跟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有型电子机嘛 看很多人 其实也可以有一种 好像它是一个生命 那种感受 那我觉得蛮好的 但是也要再继续说 那是因为 我们管理这个 很火气的人 是在一个 真正的生活场域里面 所以才可以把我们 生活的感受 让这个其实 当然并不是真正的 影响生命的 好像重新进入 我们生活里面 从而有种 好像在它一起 从而感受 但是这个 还是不是 本身是一个生命 它可以说是 它可以造成 某个现有的生命 跟它本身 我不觉得是 一种生命 所以这个用火 就是要看你觉得 怎样子的 才是真面子 才是活 相当的生命原则 在我们一直 发现很多 不同的 好比想说 Piron 或者是 这个病毒 这种不同的 早期的生命 生命的残疾 各种各样的方式的时候 本来这病毒不断的 特别大破了 其实这病毒不是像 物理定域 一样是完全 熬不可破的 不过就算是 物理定域 也不一定是熬不可破的 这是为什么 然后研究无理学 大概都辛苦了 早上是会 聊大破这个病毒 那 我们有书的麦克风 是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麦克风 我来考虑 没有没有没有 好像好一点 好 OK 麦克风二连 有十四位朋友问说 一般认为 文学无用论 那我们现在即将进入 恋爱的时代 虽然认为 文学科系 灾害时代是可发 对空间的市场 对文学科系 是不是还有存在的价值 应该可以说 恋爱的时代 恰好就是 让文学的科系 变得比较多 因为文学在判考的是 人跟人之间 在各种文化的情境里面 它的执行环境 是在我们美国的 然后以及社会 内陆里面 那以前的所谓的 民主 它工作的很多环境 它是在物理世界里面 它工作环境是把 机器跟机器 只能微小的连起来 而不是把 人跟人 只能做到好的 连起来 但是机器跟机器 连起来的这件事情 现在机器 开始慢慢做得一样 这就是内爱的意思 就是当年每次操作 有固定的输入 有固定的输出 中间只有速度跟 就是线性的品质的差别的时候 那现在机器学习 就可以不断地观察 这个 我们怎么样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 就归纳出自己的一段想法 然后就在那个想法里面 就把它执行得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那是因为 它联系的 Input输入段 也是一个机器 输出段也是一个机器 它中间的这个处理 是一个比较要用的 就是比较确定 我们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机器学习 才能够学习得好 但是 我们如果超过一秒钟 就是不是不假思索 而是需要一个综合判断 就是文学创作需要的那种 综合性判断 目前机器学习 并没有什么方法 去模拟这件事情 在目前的机器学习下 会不会也看不出来 要怎么模拟这件事情 也许未来量子电脑 会有新的机器学习的方法 这是以目前的 这一代的机器学习来看 这一部分就是 从我看到的创作 人类之间合同的能力 是这边没有办法能力的 所以像当时 我在苹果的 Siri的这个小组 在2010年开始到2016年的时间 我们绝大部分工作 其实都是在跟 所谓的文学有用的朋友 我们特别招募 就是要招募懂得写诗的人 为什么 因为Siri只有你 几秒钟的主题 他要在几秒钟里面 很恰当的 就是不识幽默地去表达 他想要表达的 而且如果你跟Siri开玩笑 甚至有些人会 就是言辞攻击Siri等等 他都要有种 那种精神按摩的那种方式 就是完全不配合幽默 然后又可以 就是恰当的幽默地回应 那这个在每个语境 每个脉络 每个文化都是不一样 可以说是不可翻译的 所以在这部分 其中大部分的工作 需要创造力的工作 需要人类做的工作 很多都是就是 所谓的文学 或者文族的工作 甚至是进入不到 关于识的 关于修辞的 关于音乐的 等等的这些工作 那有13个可能文書 以职量守恒的定律 以及相对而为基础 我们有没有机会穿越时空 到过去 或者是到未来 到过去 我是不太清楚 到未来是很容易的 我通常晚上 就是闭着眼睛睡一觉 然后我就靠八小时之后的未来 就是完全经过 来说我的努力 不用去操作时光机 什么东西 或者连接闭上 然后立刻就到 八小时之后的未来 所以就是说 到未来是很容易的 那这样子也好 就是能够随缘重织 立刻就可以 影响未来的世界 而且会有 这个有准备 未来会透过你而来 那至于到过去的话 目前以我的理解是 没有简单的方法 直接回到过去 那但是我们 确实还是可以透过 好比较多的历史 好比较说一些文化的 一些就是互动的方法 把过去在现代 重新展现出一遍 像在我很喜欢 那个叫看我诚的 一个音乐剧里面 那有几个就是演员嘛 那里面有一幕 让我们是很开动 他是说 We're so lucky to be alive right now 就是说 我们这个非常的幸运 何其是幸运 可以在现在 很诱惑的过来 那因为唱的这些人 他其实是已经 基本上以前的人物 他们已经在了 那但是因为音乐剧 因为有观众 因为大家又重新想到 当时美国泰国的时候 的各种事情 所以本来已经几乎 被遗忘的一些人 又在大家的世界里面 活过来 那从广角度来看 这些演员 他也是穿越时光 到了过去 而且他一部分的过去 带到尾了 那目前我们大概 只有这样子的方式 而去进行时光 就运行到过去去 虽然可能会说 在这个人手一击的时代里面 资讯传播你们发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去教到大学生媒体试读 但是我觉得应该重视 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资讯战 我是觉得到大学生的时候 应该已经不用教媒体试读了 我一直觉得 Media Literacy 它可能是 你还在学认字的时候 那可能是五岁 六岁 最多七岁 七岁的时候 还可以叫Literacy 但是等到大家认字多了 现在大概小学二三年级 认可不少字了吧 那那个时候 其实就应该切换了 看一眼 是应该是叫Media Competence 那 Competence 我们现在担全素养 它跟人发生核心能力等等 那它跟试读最大的差别 就是试读是别人写的 也就是读而已 你知道怎么读它 怎么保持的批判性 或创造性 或怎么样去读它 但是呢 所谓的 Competence 所人的素养是说 你有创造的能力 也就是说 不是说只有少数人在那边拍节目 或者是读Podcast 或怎么样 任何人只要手上有个麦克风 麦克风票 欢迎很大 就可以读Podcast 那所以 只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快平均人群嘛 所以任何人其实开一个直播 对它的角度来看 它不用付出额外的任何成本 它每个月 已经付了四百九十多 四百六十多 那它不断的Live Scream 它的声音也好 它的影响也好 它的媒体的创作也好 部落会也好等等 但这些都不需要它额外的负担 所以 因为这种关系 它就可以不断的练习 Practice is perfect 所以 大家就可以练习很多事情 居然来说 像之前 总统大选 在候选人辩论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学生 有些是大学生 但又有些是中学生 小学生 他们有参加 就是很多的新媒体 跟传统媒体 一些合作的 总统大选 及时试试下的计划 所以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 他讲的什么话 那些是他对人的感受 但是哪些是有实际正面试据 特别是提到数字的 那三个总统候选人 没讲一句话 那他就参与去 开始去做fanching 就是去看说 他们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有论据 是有书证吗 还是有资料作用作称吗 还是都没有 就是乱讲的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每一个参与过这个过程的人 就比较不会变成说 好像人云云云 看到一个东西 就忙于地去转贴 转发等等 那他们就可以去参加 我们视察的工作 那视察的工作 非常需要 就是新闻学的这种能力 去查证的能力 去报道能力 去听证的能力 framing的能力等等 那这样子 以后再看到我们一个 就是看起来 就是很耸动的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容易 就是被他影响 那当然之前讲到这个 一个咨询站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咨询站的实际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是60分钟之内 就是靠大家的例子来回应 那所以在当时 就是也是 总统大学 就是他们在做到 我们视察的时候 在2019年11月15号 那TFCC就是市场的中心 要来给你们四个报告 里面说 网上文章指称 香港暴徒的丑老库 网上以后 最高给2000万 那这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咨询站 他还有富裕 可以看起来 就很可怕的这种照片 可是事实上 这个照片 它是路透社的 那所以我们很多视察的 贡献者 就发现说 路透社本来 并没有讲任何关于酬老 他只是说 有一名抗尼医送中 的条例的少年示威者 要求香港 这个来做这个民主版格 就是这一部分 但是呢 在台湾流传 反而不是在香港流传 在台湾流传 那两个人讲的是 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 那是说 三万就是一个 13岁小高途 参加几次报道 活动之后 走过筹了 这期前 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 所以你看照片 完全一样 但是拍下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读书 那它的意义 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本来是说 连这个少年人都上街抗议 现在是说 少年人上街抗议 是为了买iPhone 然后顺便上街的警察 对不对 意思跟上完全不一样 但是就是因为 大家有 我们的media confidence 有媒体素杨 愿意去积极欺骇 伸出论说 而不是只是 在那边就是 试图而已 所以呢 我们就会看到 有一些朋友们 就提出说 原来一开始 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是出现在中央政法委 一场按键 也就是中共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微博 就是他们自己的 中央的 就是一个 专门发这种 讯息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其实也不是 什么地下操作 这就是材料上的操作 他们就是拿了 路透社的理想照片 然后按上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是在台湾 开始转发 那我们的做法 就不是说 HP的东西下降 因为下降 反而会容易造成 很多的物件 会说 为什么下降等等 将来我们是采取 Notes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在有充满媒体素养的商民 帮忙是 中型或麦克风 或之类 去世科技房 渣打人 或者是 Whosco的美育仪 或者是 Cofax 真的假的 担下一个生态圈 这个生态圈裡面 任何人只要提出 这个时候 连他在社群媒体 分享的时候 他底下 就会加一个框 也就是说 这个还是可以分享 但是呢 就会有一个 省调的框 那个框说 本讯息由中央正常委 独家占据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还是看得到 这些讯息 但是就不会被 这些讯息所迷惑 而这些 完全就是靠 大家人手一集 而且每个人看到的时候 都觉得 有些我可以贡献的 有些我可以加入 有些我可以加入 社群 所以我刚刚讲到 那些社群 特别是真的假的 那个加入是完全没有门 看的 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多加入 那我想就是大学生 就是已经是要做出 贡献了 适度身份 有给小学生 有给低年级的 小小孩 好的 那有时候有可能问说 听说你有跟嘻哈乐团 跨界合作单曲 可不可以现场唱一下 我可能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那并不是我去跟他们合作 那就是 我把我的一个访问 我把所有的访问的这些名音 我这种抛弃著作群 只留下姓名群 就是没有所有材权群的方式 公开在网络上 所以Ghost Models 他们这个乐团 看到了我的这个访问 在YouTube上 他也没有问过我 他就自己拿去混音了 因为他知道 我事前已经说 我不会告他们 这就像是什么呢 就是客家委员会 拿我的照片去说什么 躺风过台湾啊 郭庚田啊 什么 就说他没有问我 我是看新闻才知道 那就是因为我预先 已经说过 我不会去告二创 我的不管是肖像 还是就是我讲的话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去一些大买场 好像那个加勒的大润 有时候会看到那个 抗空的人行李派 在那里卖 可以卖一些米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 就是他们连带眼费 都不需要付 就是随便看我的flick 我的YouTube上面 哪些资格 拿下来就可以使用了 可以说是微信 把自己出音化 就变成一个类似YouTuber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问题 但是刚才在我的interview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在所谓的场 也不是场 那个就是interview里面 我说这个 If you just think about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hat about the social sector what about the civic sector 之类 其实我访问的时候 讲的就一点点应律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开 开始sample 开始remix 开始加上一些声音的效果等等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完全没有跟他在这些意义上的合作 那当然到了最近的那个大港开场 也是一个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我去Benzer 唱了那个 慕城无德电 然后去把我的那个影像 也是用CC秀全程的抛弃掉出来 结果就变成是说 大家在那个大港的舞台上面 发现我嗨用那个现场 但是那个其实 从头到尾 影像就是一个CC秀全程的影像 但他们就在好像高十首 然后不同的乐曲里面 都就是三后进去 那我觉得这也是 蛮有意思的合作 等于是说 我说一开始就说 我会告诉大家 大家这边怎么用 那接下来我就是 可以来欣赏大家的创造力 当然也很需要强化过一些 因为并不是 每个创造都是这个 下课委会他们有趣的 有些不是很有趣的 但在这下来我就是 抱持一个欣赏的态度 就是怎么样都看成是素材跟创作 所以我们问说 请问你对于跟中文资讯站 有哪些看法跟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那请问对于网路跟资安的问题 有哪一些建议 资安跟资讯站 其实是有点混合的现在 那资安是比较低层的 就是每个人他用网路的时候很安全 资讯站是说 即使每个人用的都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所传递的讯息 尤其那个叙事的方式 还容易受到一些梗 一些东西的影响 那这些影响如果没有自己察觉到的话 那就很容易人人议议议等等 那就直到有人提醒你 说这个是一个等王 那这边可能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 好像说德国之声的记者 问我说这个什么 台湾什么什么 这个是被大陆分离出来的 什么时候分离的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说那个是 星期七时代的事情 那就不行 不是人力为之嘛 那就是海水一上涨就自然的分离出来 那因为我如果是去揭揽这句话 然后去跟他说 没有啊 这个1949年怎么样啊 1895年怎么样啊 1996年怎么样啊 之类之类 2016年怎么样啊 那这个就已经陷入 就是本来的那个话术里面 因为那个话术本来就是 想要证明 应该叫做reunification 就是再度统一 那这个词其实是 这对德国人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确实东德天西德本来是 这是 老婆吗 好 对 东德天西德本来是 当然就是 在战前本来就是 一个障碍 但是 这个跟台湾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湾是可以说 ban extension 就是既然对人 或者硬要说reunification 其实也不一定有问题 reunification一定有问题 因为并没有过去 但是当他这样子跟我的时候 我不管怎么样接 好像都是先承认了他的前提 那所以我就说 你如果要讲reunification的话 那意思可能是 你知道新世纪时代以前 就是海水还平均 还比较低 然后人还可以从就是 沿海然后走到澎湖 然后再走到台湾的那个时候 那你如果旷径在那个时候的话 那所有的种旷律 目前可以用它说 通通有失效 因为那个时候 根本还没有任何证券 事实上可能有一些证据 只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大家随时练习一些 不知道什么黑魔法防御术 就是去练习一些时候 当发生怎样的事情 它预测一个什么样的框架的时候 你有哪一些想法 可以立刻提出来说 因为其实你这个框架 不一定要这样子想 那又或者想说 另外一个是美国的记者 跟我们说 那台湾民主发展得这么好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让这个世界知道说 原来这个中国人也可以做Democracy 这个 当然这句话 其实人生后面都很糟糕的运神 对不对 就是连什么什么都可以怎么怎么样 这类的这种运神 那我就是跟他说 没有这个台湾的座场是显示出 这个Homo sapiens 现代的智人 都可以做数位民主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 要去把它提到一个 比较不同的narrative frame 那我想在资讯站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主要的建议 那资安的建议的话 当然有些是 就是自然的东西 各自就有 我就不在这边均述 不过有一个可能 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在使用 网线网络上面的服务的时候 如果是下载app的手机上 现在是大家比较习惯的 那我们现在在行券里面 会尽量推荐公益机关 也会尽量做webapp 而不一定要做app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webbrowser 就是网线连乱器 它本身会再加一层 比较安全的sandbox 就是一个shaft层 所以一个网页 它要进入你的电脑 它要先进入你的电脑 再进入电脑 中间会合一层 但是如果你安装一个app 尤其是如果是在桌面 用环境安装一个电脑软体的话 那它就不需要中间 再透过浏览器那一层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有人邀请去 参加一个视讯会议等等 其实大部分的视讯会议的软体 现在其实都不需要下载安装 你只要按下载安装 但是不要真的去装 它就会问说 那是你用浏览器加入就好 而且你用浏览器加入 并还比较稳定 我自己的经验是比较稳定 那如果你看一个无痕视窗的话 它就没有它追踪你 那透过这样子 你无痕视窗 在桌面前面实行为主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少掉很多 就是你已经没有再用了 但是你之前已经给过这个应用程式 用麦克风或者是用镜头的权限 那所以后来就 就是被不知道怎样的 同位同位镜头所开了 如果是浏览器的话 至少浏览器 如果有再多听过录影的话 那一页线上一定会显示出来 它不可能说 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就是多善用浏览器 多善用无痕视窗 我想只是一个不少基本的建议 那其他的包含说要 善用什么多益性的认证 这个可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边可以说 好 那也开始可能问说 可不可以顺手对中国的 这个文化侵略的看法 例如像说抖音、小红书 或者中共的大外宣等等 我不是觉得 他们并没有特别成功 就是以在全世界塑造说 他们是非常强的 然后从政权处理是比较好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 然后一带一路是一个 比较好的建设的方式 然后好比像说 他们做的疫苗真的最棒 这类的就是说 他们不管最近要挑哪些题目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在全世界 要么就是税途力真的有点不足 要么就是他们税途的方式 可能因为过于激烈 那所以反而造成反感等等 这个但对这一点 我们自己也很明确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方面我们想 这个健库贤内自行 就是我们自己背外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一种 好像太阳小斗罪 等我们这个方法 这个感觉上就很中耳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个 我很喜欢举着的例子 因为这个是相应的集体智慧 叫做台湾Can Help That Us 这个大家可能也看过 台湾Can Help That Us 这是内容之前的一个设计 Who Can Help? 台湾Can Help? 这个在那里 就是大家都掉到一个东西 然后台湾 可以带点大家 这个比较安全的走出来 但是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当时 有没有参加 当时在那个时报上 要在广告的这个集资 或至少有关注过这个集资 如果有的话 可能了解到说 这个集资快要请按 刚请按的那个时候 有24小时的时间 其实是在网路上面 是有一股这个 你们不代表台湾人的 那个想法的 那个说法出现了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大老远跑去 纽约登一个广告 然后在那个广告上面 专门就是跟台湾克在抢声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 国际形象没有帮助 事实上就是很中耳的一件事情 那确实真的是很中耳的一件事情 如果那个真的登了的话 那就会面临到 我刚刚讲到 跟所谓的战友 所带来的那种 就是让其他 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呢 有个疫情他们的眼神 然后我们看 专门的那边都碰不到 去抢太多赛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 但是呢 因为湘宁就是有 有捐款 有捐款也不会少 看到她失败 所以当时就在 应该是大汉 阿迪等等 这些朋友就介绍是想 那湘宁就写了AB两个单本 然后经过不知道 多少次的迭代 就在二次小时之内 忽然就是跟大党 从中华人的忽然 臉想可能大二 就是总之就是 变得比较 比较享受了 所以他们最后的几个讯息 也真的就非常棒 它就是说 大家都在隔離 但是我们是 跟群星解释 团界是站在一起 那你不是孤单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知道说 2013年的时候 SARS被大家所孤立的感觉 有多么不好 那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也已经想过 在接下来的情况下 我们要尽量 不要再重蹈覆射 那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有备而来 然后我们已经想过 一些方法 和原因分享给大家 等等 从后到来都没有进行 提到等等 也没有去做任何 就是比较像 站狼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就没有用 所以台湾TEL 或者最近几天 都在台湾TEL 在社区媒体上的反应 就非常好 所以我想 对于静观解答案 我就是 尖嫌私情 尖不嫌内自信 就是尽可能 当我们 在去更新一些照片的时候 就要给其他人一种 好像很重要的 台湾TEL 最强 情侣 征服宇宙 等等 这些看法 尽量不要用 这样子的教育 来说 尽量是刚刚讲到的 Lent I want to talk 我们今天有一些经验 我们愿意分享 愿意一起学习 等等的什么方法 还是有可能问说 在场可能即将毕业的学生 甚至有大三的学生 可以跟我们讲讲 未来毕业之后工作方面 有什么建议吗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可以 开始想创业的题目 教育图有一支叫做 U-START 专门是做这个 那当然 U-START 方向生跟等等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 所谓的CAP STONE 就是说 你反正如果本来 就要学的事情 那不如就 同时做点什么吧 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一般来讲 社会上对于 在学状态的人的 创业是没有失败可言的 就是 以后就是真的 所谓出社会的时候 你在创业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大家会拥有一些 期待和一些责任 但是只要是 台系学生身份 不管是台系研究生的身份 你如果创业失败了 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专题 然后你只要 你写一篇 或者你写一篇 甚至还可以发表 然后感觉上 对于学术界 也有所奉献 那所以我不是觉得说 就是要珍惜 这个 对于学术界有所奉献的 这种感觉 那不管是 有什么新的主意 有什么有趣的主意 像U-START 其实创业成功率 比其他的创业家都高 就是因为说 大家都在抱起的一种 对啊 你不是在 是一开始的做法 你轴转 那也不是失败 多轴转的几次 大概也会成功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还没有避延 或者刚刚避延 那这方面的工作 就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创新 比较探索性的工作 比较不会一下子 然后收得起来 这个集中到你身上 那好 那假设你正在 就是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那我也另外一个建议 那这个是 叫做T-DOS 我不是说一定要去 帮忙T-DOS 虽然这个 你母游小小有一个 就是好像 你电话 你不知道 但是 还有这个时候 也没有问过我 和资讯 T-DOS 是什么 它是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 年轻的当毕业的人 然后就一下子进入 不管是服务业 传统的制造业 行销 等等 那往往都是 就是做一些 你在做起来的时候 觉得好像 别人都已经规划好了 你只是执行而已 你的工作 那要等 比较久的时间 才会变成你来规划 然后别人来执行 那但是呢 其实对于这些转善 或者是这些 正在想要出位转型的 需要说一些行销的 或者是他刚来 就是 知道就是 店面卖的很好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 跟网络上面有沟通等等 因为你是Ditional Native 你从一出生开始 就已经有 往显网络 而且从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已经有 尋求资讯网 那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营幕如果不会滑 是营幕坏掉的 这一代 那所以 那在我那一代 营幕是不应该会滑的 营幕会滑很奇怪 但是营幕如果 营幕坏掉 所以 就是说 各位是你喜欢Native 的话 那其实你对于这些 产业来讲 其实你可以说 是一个 就是一个 数位世界 派到这个 现实世界的一个大使 所以你也有 一个发展能力 事实上这个营幕 就是为了要 你还提出规划 但是它比方说 像里面有 社会企业这一组 那 就有 之前一个手语的 一个学会 那他们就是透过 绘本等等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手语 也是台湾二十种 国家云之一 配偶 绘本的方式 让大家根本 能够看得懂 记者会 或那个 另外一个直播商 一首要是 到底在讲什么 他很棒 但是因为那是一种 实体的传播 所以他其实一直 很难传播到很多人 也很少 一直都能够存在 那透过提大使的协助 他对他变成一个 互动式的 教学的资源网 那不但有网址 而且也能够 分享等等 一下子就碰到 以及他一定会 能够碰到更多的人 那所以 一方面 当然你不可能 加入的时候 你就是 手语的专家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反过来讲 这些推广手语 也不是初位的专家 那你也不知道 真的是专家 为什么 因为有业势 就是有专家 可以带着你 但是呢 在这里面 你能够装作的空间 就比起你 刚加入一个协会 那可能都是 帮忙做合照 或者是做一些 就是比较 感觉上是打招的工作 那是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是你 带着一些 新的文化过去 那也跟长辈 学习 他们就是 看中了这些文化 所以 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 可以去找类似像 提到是这种 就是你一开始去 就有一些 因为你的 所为原生的能力 而有提供 规划的能力 的这样子一些职位 一方面 有些人都比较高 那二方面 就是双方都能够相互 相互相学习 那这样子就比较容易 做到 所谓的清明工创 就是跨世代的 互相学习 跟创新 那 有实际 我有个朋友问说 因为网络的发达 在网络的背后 出现很多的键盘 是 去做愚问 对此 现在许多忧郁症 以及躁郁症 等多数 我们来自网络坏 对这有什么看法 我不是觉得说 我们的忧郁症 躁郁症 等等的这些情况 当然是 你黏在萤幕上面 或者是说 觉得是已经到手机 滑你了 不是你滑手机 的这个程度的话 那当然是 会加深的 这个很多事情 没有问题 但是呢 那并不表示说 就是在网络的背后 的这些键盘上 它不能做一些 有价值的贡献 很可能只是 它的那个互动的空间 是把人员之间距离 拉远 或者甚至传播成熟 出征啊等等 而不是说 把人拉近 就是说做碰撞 那就是为什么 我一开始都会 希望大家先掃声 QR-Code 进入Slide 就是把大家的手机 有点像是 整熟过来 就是大家随时想到 有一个东西 可以扣 那就可以扣上去 那就算Poller 可能是对Poller的人 有意义 好比像说 可以叫做运竹 是一个秘密 但他可能就是 对Poller的人 跟他16个人有意义 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 没 但是 但是 就是说显然 这很有意义 而且也可以立刻 你知道 获得Social approval 就是说 真的不错 你朋友16个人愿意按 而且这16个人 共同的一个小秘密 那这个就比起 你分心跑去 Instagram Dcar 或是变哪里 来讲 这个感觉上是 更把大家带回这个现场 带回我们的人际的互动里面去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只要设计一个空间 让这个空间绝大部分的 你想要按讚 这个还是有讚可以按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怎么样 没有办法打脸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打脸 只能打出 因为他没有 其实不像片数 都是专门打脸 都不打出 就是如果你按回复 那回复又带上对方的名字 那很容易就对人不对势 那更像Slaydo 这种空间设计 它本来就是对势 不对势 也没有办法对人 这个提问的人 就是匿名的 您总不能被匿名吵架吧 所以 就是说大家本来 会觉得说匿名性 会助长霸凌 助长什么东西 可是你知道设计得到 那匿名性 它反而可以去让大家 比较想要讨论 但是局兽的时候 总是讲话 感觉无忧者的那种感觉 可以变成谁 我想到要认识 就可以问谁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助力力就不将能够 放在彼此之间 放在这个场合里 而不是说 你助力力就完全 破碎化掉的等等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多一些同步的相处的时间 试讯也好 音讯也好 这样子 分类的上海也好 那二方面就是说 还是用大家手机 但是就是你在话手机 你带着一个影片 去你话手机 然后不管是暗赞 或是个人 在这种无意识的动作 等等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很容易设计的 我们常常演讲完之后 那这个就是单位 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错 然后那时候 就常常同事配合 或者是胖后 或者是一些企业 他的女工大会也好 也就带个slide 那真的是 我觉得是蛮有用的 那如果中文翻译 有问题的话 就欢迎找我们的slide 中文翻译什么做的 当然也不用钱 所以 对那种独立常常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多习惯这样子 互动的方法 就会觉得 本来那种霸凌 健康下属 是很无聊的 很无聊的 就不会给他注意力 我也给他注意力 这些人你只会知道说 他没有完成 取到你的注意力 那上次以往 他也不会花那么多心力 在就是你所在的环境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时就会跟我们问说 可不可以建议 现在的大学生 要具备哪些能力 你问我就是有标准答案 就是那个自发入洞共考 我们当时在科高科 花了很久的时间 去讨论说 如果说核心的素养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素养 那我们大概都同意说 自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并且不需要别人告诉你 要怎么样子选择他 自己就想办法选择他 这个自发的能力 是最重要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现在绝大部分的结构性的问题 像刚刚那个slide上面 提到的很多 占讯息、资讯站、资案等等 这些都不是能够 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就解决的 他需要大家同意合作 才能够解决 哪怕一点点 那同意合作的前提 就是你对这个问题 没有自己的认识 把自己的角度 它像平址的一块一样 那从自发才有互动 互动之后 当然把彼此当作 就是彼此有各自不同的例子 但是还是可能修炼到公共的加持 就是所有的公好 这个也是可以 偷偷练习而达到的 大概只要有自发 互动公好的基本素养 不管哪一个新的情况出现 新的学能出现 你要就是人生的回到 切换到不同的工作等等 而保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大概一直都是 可以成为一个中生学习者 那如果就是需要 第二口令的动作 或者是没有办法 去跟其他人互动 那只能就是自己按照 就是既定的这种 規程去走 那当然在那規程里面 或许都可以考一百分 好不好 但是当情况超微有的影响的时候 你受到这个影响的程度 就会非常高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 能看到这个影响 马上就去跟你的孔学圈 去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样 怎样来因应这个新的状况的影响 而不可以就是说 本来的Clack 完全都不能用了 那就 过来之前就好像 就是paralyzed 做到麻痹了一点 就好像是 没有办法回应 所以能够回应新的情况 需要的那种自发的感受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问我怎么培养的话 那我还是说 就是每天都要睡到哪个小时 只要睡过就可以培养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有一个小数纪彗 可能正在培养 这种资料 我也觉得真的蛮棒的 我觉得很好 那有些新者 会有没有问说 会上剪头发吗 像吗 我其实一直都会用剪头发 只是去年比较忙的时候 有阵子没有剪影 这个是已经修过的 而且上次修的时候 还是不帮我洗的头 对 所以因为他 就是想要拍一支洗头的影片 然后真的拍出来的时候 底下就一片留言说 他以为要夜配什么 要卖什么 要带到什么 大道理 真的没有 所以就纯粹洗头而已 所以我只觉得 现在的很多的创作者 让我很高兴 就是说 他不一定要我们一栽造 没有什么大道理可以 他想到什么 然后就去做 但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蛮想看的 或者是做了蛮多的诺课 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 就会有种 对啊 我想到什么 就自己去弄一套 就是我不需要去 等一个标准的做法下 我不需要等他 排到我们的课程里面等等 我想到就是 旁边自己开一趟课 要自己教自己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迷迷思的一件事情 那 不见头发 都是代号检材 它是一家社会企业 我这个 可能大家已经听过 我在博恩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所以如果有空 的话也可以欢迎 我们看一下套检材 两个设备朋友们问说 未来工作之后 英文理论王典 不知道怎么样制定目标 那如果找到一个方向去努力呢 我的具体建议是 如果你目前还不确定 你要努力的方向的话 那就先去看看 你关心的人 他目前正在碰到什么样子的挑战 那通常我们就是 神力安心四个字 所以说 如果他正在碰到一些 让他觉得 他需要花额外的力气的事情 那你可以想一想 怎么样帮他 节省他的力气 像我们刚刚想到很多AI 大概都是神力这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他感觉到 不安心的话 很适的去想说 是什么样子的外在的因素 让他不安心 这些外在因素 有没有一些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主意来说 现在很多人会对于 要把节目变钱 然后也可能要不安心 那对节目变钱不安心 这个就是 一来看大家的问题 那也是 大家就可以开始去学下 一些事情 开始找一些努力的方式 所以我想 不管是神力也好 还是安心也好 我们都可以去 在永续发展的目标里面 去找到 大家这个共同的角度 也就是说 不管是 我们的环境要让人安心 我们的社会 要让人安心 或者是说 我们经济发展的时候 不要让我们浪费力气 或者是 每个人在做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等等 其实在2015年 就大家都已经讨论出 169个 让大家又省力又安心 而且 我们不会牺牲掉 获得来自身的幸福 然后现在也会很开心 等等 这种永续的 这166的目标 166主要平安季 所以分成了 17个分类 那从 零号1最基本的 那到 零号17就是 最臭丧的 所以如果 找不到什么方向的话 可以试着 然后抽牌抽 托托托牌还是什么 也是 去看一下 这些某些 我去关注到 Volo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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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到2030年以前 全世界都在套於這些時期 所以你不管這時期會選擇哪一個 你就有非常多的全世界的夥伴 你就不希望變成雙方 你要自己figure it out 你要自己找到所有具體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你只要稍微貼心一點點就好 因為這時期的都是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在想各種新的方法來解決 所以你只要提出一些方案 大家就會感謝你 因為這是值得做的事情 你自己去找一個方向 還要去說服什麼事 社會說這是值得做的事情來講 選這些方向是一個捷徑 但是當然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方向 跟這些都不一樣 我們想說這裏面主沒有提到說 他都該去模型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他都應該該去模型 那你就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你也不需要我在這邊指定 所以如果你只是還留在地球上 那這時期的方向是很好的開始的地方 有十九人很多人問說 請問無痕瀏覽視窗是不是真的有效 是不是可能透過無痕瀏覽視窗 對電腦或手機等等 來進行攻擊 當然就是它是多一層防衛 多一層防衛沒有說百分之百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防衛 我們叫縱深 Defense in depth 那就是好像是說 戴口罩如果不行 手其實沒什麼用 戴口罩又寫了手 運氣還是不太好 等等 就是說每一個measure 每一個做法 它都是把一些攻擊 擋於無形 但是當你都已經習慣 就常跟我來講 看無痕瀏覽 或是有人寄一個說 要我用什麼視訊連結 我立刻就去瀏覽期耳視 下載一些RMD等等 這個已經變成就是我的習慣 但因為變成我的習慣 所以我在做這些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付出 和外人認識成功 所以它可以說是 就是只要有潛心的習慣 你就magically 就是不用做任何事情 就是一個安全的事情 所以可以說是 就是cheat and cheerful 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就是什麼都 有意識的做 那但是當然不是說 做了這個你就不需要 好好忙規定 也不是說你做了這個 這個別人的那個 釣魚的信件 下載附件 然後你就不應該 就是讓它規定起來 而可以嚇傻地打開 當然都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說過過五分之床 當你關閉之後 確實對方的網站 要再遵守你 或者在背景 在執行任何東西 它需要花費非常高的成高 而且更容易被你的地方所發現 所以無論如何 就是讓恭喜陳律子幹部 也總是沒有錯的 其實剛剛是基於 這樣子的方式代替出來 而不是說 那只是萬年代 然後做了什麼事都沒有 好 那有時候有朋友問說 我曾經在那裡 有看到在未來 將已經死亡的人頭到 移植到機器上 透過讀取老婆 建立一個死者 其身還有活者 而且很傷者的夢境 認為這件事情 在未來是不是可能實現 以及覺得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違反生命高的能力 一件事情 是不是會影響到佛教 所說的輪迴之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是還活著的人 當然我們本來 透過每次的互動 其實就是在影響 每次的老婆 我今天就是大家 光是點的頭 或者是光是選擇 穿龍顏色的頭上 被我看到了 其實我也正在被各位影響 更不要說 我回答你問題上的字 都是各位一個字 一個字拿出來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互動就是彼此影響 然後在彼此的心裡面 留下一些印象 那當然就是說 當我弄出之後 那不管是 有人這個 回來放這個YouTube 回來啊 這個遊戲 那是每次的 突然間上下一次 今天的霧龍能不能 從頭回角度來看 其實這也是 就是在這個狀態裡面 就是在看的人 或回想的人的腦力 突然之間 我們這個霧龍 突然重新活過來了一次 就是剛剛講 這樣用整個表演的意思 所以 不希望到未來 現在就已經可以實現了 那我想這個問題 很想問的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 回放的精確度 做得足夠高 那這個被回放的 這個個體 會不會開始出現 因為Phenomia 就是它會不會開始 有感知 會不會開始有感覺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哲學問題 那當然 有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就是 如果你的模擬的能力 沒有做到足夠好的話 它就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個是非常 非常安全的回答 那但是怎麼樣子 模擬才叫做好 那這個 除非我們模擬到 那我們不會知道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大家正在想辦法 approach 到那個simulation 它也沒有可能 自己出現狂力 出現感知的那個情況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那個 被模擬的東西 出現感知 還有非常非常長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根本 現在 差不多拍到那個 就是山的鏡頭 在哪裡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現在來 可能要告訴你說 我們某一天 這個心事 真的能夠 simulate 處於 衣食的東西 我只能說 我們目前的那個 還會越來越 那如果你覺得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的話 我是覺得說 現在先不用去 考慮那麼多說 這都不會感染到文匯的學術 或者是說 這都不會有一個 文理的問題 我們理會造成 文理問題 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你想要擔心 就是文理問題的話 其實就是研究 這個核武不要擴散 或者是 研究這個自動攻擊的 這個機器 不要這個暴走 這個都會比較實際 比起說 就是被量子電腦模擬的意識 都不會受苦 那就真的在相當相當遠的距離 而且我們現在 不一定有足夠的詞彙 來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 如果你就是要做成平內 你就開始 發揮 這些創造力 開始模擬越複雜的東西 我想有一天 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回答出來 但是 目前這個問題 我不覺得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來回答 而且我們甚至 想要回答那個詞彙 目前都是 是有點缺乏的 所以我想也不至於 影響到佛教或者融會 佛教其實是 這方面詞彙發揮的 最好的傳統之一 他們有非常多的詞彙 來形容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 在佛教這些詞彙 一個一個都被 現在的這個 simulation 能夠 互相合共度 就是 這邊發小型 這邊發的事情 可以彼此描繪之前 那我不覺得 我們會反過頭來 然後去影響佛教的 這個 儀式和融會的釋放 差不多 大概是這樣子 可能 我覺得至少還有 三四十年的時間 所以可能三四十年的時間 再回來 考慮這個題目 有 我們問說 我們要怎麼樣 讓別人提升 對於母語的認同感 與重要性 最簡單的就是 你就有自己提升 對母語的認同感 與重要性 然後你旁邊的人 就可以有量學藥 因為語言 是 人跟人之間互動 不可破缺的部分 那如果一個人 他不使用母語 的話 旁邊的人也不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跟他用上色 同時互動 所以我通常 像我在做濃點的時候 我就是 靜狠的讓使用母語 就算你只用一個 詞彙的那種能幹 降到盡量低 那像 台語 現在 有很多就是 你學一點點台羅 他幫你把漢字找出來 或你聽一點點漢字 他幫你把漢字找出來 甚至你台羅跟漢字都沒有 我們直接用火星 我們還是出名尾 去想辦法把它拼起來 那有一些 就是很厲害的 這個 小幫手們 不是低大手 那個 艾達尼的小幫手們 可以來幫你做 正字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就是靠 就是你自己貢獻你的時間進去 所以 像這個叫做艾達尼 艾達尼的TW 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輸入華語 然後按下講台語 那如果說華語 目前真實沒有台語的對應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貢獻 那如果那個貢獻 他不是正字也不是台語 就為人幫忙去 所謂的正規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已經有非常多人 貢獻了非常多的正規的話 如果有人玩 Pokemon的話 那個就可以了解到說 裡面的每一個 Pokemon啊 Pokemon啊 之類的 各種各樣的做法 那每個人都可以去說 這樣說好 這樣怪怪 那只要說這個 就是這樣長比較好的 票數變得比較高 那他就會浮到 比較前面的地方 或者是說這樣 到底是水仙呢 還是水雞呢 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 對 對 好 OK 反正就是 如果大家對於 Pokemon 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非常非常歡迎 在這邊提出貢獻 那 這個是 我覺得真的 真的蠻不錯的 那 我也可以從這邊 學到一些我平常 不會學到的台灣正字 那 但是就是跟我工作 比較有關的是 之前 有一個國泰金融 那他會想要去找到 最近所有流行的 金融領域 想用的詞 然後全部都翻成台語 所以就是大概可以 就是練習一下 就是區塊鏈啊 比特幣啊 我們看看 嚴身性金融善明 到底要怎麼樣子用 用台語講 這個是 非常有意思的 人生很好奇 好 原來要照做 愛神聖定 用聖定 好 不好意思 沒有講一下 OK 但因為他有名 能否成的能力 所以只要正正觀化 一做完 然後才會一閃神 那大家就可以開始 學到說這個 搜尋引擎啊 多頭啊 公投啊等等啊 要怎麼樣子講 所以當然就是 他做成快速 就是他都可以分享 哪一個資料的 誰都可以分享 公平 就是每人在貢獻的時候 一人一票 那你說這樣子講得好 那多一點人投票 那你就多看到這個講 他沒有去 反而這個 看到瓦可夢也好 或者延伸性金融善明 的話都是難以去的喔 那我想知道 拿到快速公平也有去 那這個社會創新 就是擴散 擴散的話 那認同會的狀況性 會增加 所以就從自己做起就對了 那二十個朋友問說 今天我是不是建議 讓孩子在家自學 其實像我是自學生 但是我自學的時候 幾乎都沒有在家 所以我覺得在家的自學 可能要稍微拆開一點點 就像我 我其實也是teleworking 或是遠距上班 所以我一個禮拜 但只有兩天左右 需要進行正月 那其他時間 我是在社會創新鮮 其實都是在家 那但是媒體 一開始都會 2016年的時候都會 報到時候 他們在家上班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家上班 這個是比較少些的情況 因為我所知 就真的是 你個人去申請資訣的 小孩 也很少都是在他自己家裡 那都是在自己家裡 有一個情況 就是國外疫情年級 去看哪裡都能去 這個叫封城 那那個時候 也許可以說是在家 他不得過home school 可是那個並不是 因為home school 在家裡很棒 而且他沒有別的選擇 那是比較類似的情況 台灣就是 明顯的一直都沒有到這個情況 但是我認識的所有 不管是機構 團體 個人的資訊 他都是個人工法 就是他現在 想要做一個專題 他就跑到那個地方 去做那個專題 因為他不需要像一般的 就是在學校裡面 跟進食生一樣 每天都要回到 同一個課堂裡面 所以 那就有點像是 大二大三年後 做專題一樣 就是這個專題 那你代表哪裡 就是跑哪裡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會建議 任何人的自覺能力 那你在學校裡面 透過跟你的學校課 大會爭取 或者接下來大學 來選修 不過高中也有選修 有任何方式 去自己掌握 自己學習的方向 怎麼樣都沒有錯 但是 就算是申請 實驗教育的資訊 我也不是很推薦 但是還是在家裡 應該是 你的問題 帶你到哪裡 你說到哪裡 那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合一的 好 那有個社會 很多人說 請問你在達成自己 訂定的目標之前 沒有迷茫期 譬如像說選擇 這條路是最實錯 最後什麼樣克服困難 還達成目標呢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訂定的目標 大概都沒有辦法 在我這輩子完成 所以本來就 就是這輩子 應該都會屬在迷茫之上 沒有完成的那一天 那其實 像剛剛講的 去發展目標 很多都是 階段性2030年 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是剛剛的提問 你們就可以看到 大家關心的 並不是2030年 就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有一些朋友關心的是 一是上載到電腦裡面的世界 會怎麼樣 會影響怎麼會 有一些朋友 我剛剛講到 然後去火星的時候 一直在點頭 對不對 所以這些大概都 入市2030年 可以達到的事情 事實上 我們這一代說不定 只能做一些貢獻 然後等下一代 然後他們在這方面 更有想法 更有建築 然後再去做 進一步的貢獻 所以我們大概都 太難看到 完全無形的那個時候 可是就是因為這種的關係 所以才有趣 如果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我們想要說一下 俄羅斯坦犯什麼的 那或者是 魔術坦犯什麼的 那一開始 其實還沒有找到它原地的時候 覺得很有趣 但是當你真的把它破關了 那你就莫忘了 你就會去玩下一個遊戲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覺得說 這個過程越長 那就越有意思 那中間當然會克服各種的 可是因為這個 周期非常長 可能是兩三百年周期 那我們在這裡面 只有一小部分的角色 而每個人都是一小部分的角色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互相的分享說 然後在迷茫裡面 然後像玩那個 就是遊戲 有戰爭的一幕 就每個人自己 看守一些 看守一些 然後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詞 真真是樂趣的來源 所以我想 困難不是用來克服的 困難 你要克服困難 其實 這個路上的一部分 而且甚至也不一定要做 對我來講 就是跟這種困難 迷茫 想出去多相處 然後就覺得說 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種挫折的感覺 拿不到目標的感覺 困難的感覺 他也是像個朋友一樣 有一些事情可以找到我 那只有在迷茫 就是說 明天就一定要做到什麼的時候 才會把你跟他對決的這種氣氛 但是如果一直抱持著說 反正就要給下一代人 下一代代人 才能夠把他真的做到比較好 我們這一代 只是做出一些優勢 一些貢獻 自然就不會有一種 迷茫是一個問題的感覺 迷茫本來就是 每天的一部分而已 這邊就有一個非常迷茫的 就是非常實際的一個問題 一個要克服的困難 說如果要勸說同學 不會不會來上課 然後告訴他 沒有來自己的成績 自己要負責任 就不要一直問同學 要造成困難 那我想就是把這個問題推上來 然後讓我們這樣子念一遍 然後沒有錄音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把YouTube 就是see到這一段 你可以有個網址 那以後 就是如果他再沒有來 每次要問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貼一個 就是YouTube seek到這裡 然後AUTOPLAY的網址給他 然後他就要再提 唐鳳講一遍說 沒有來自己的成績 經常負責任 不要一直問同學 要不要造成困難 這樣可以一直錄 這樣 那所以就不需要花你的時間 就是所謂的省力 然後呢 你又可以了解到說 他以後每次再問你 甚至可以寫一個對話 機器人這樣推過去 所以也可以讓你安心 因為你不需要親自得罪 一個朋友 對不對 這是一個AUTOPLAY的 很好的一個用法 對吧 那但我不想支持大家 日常生活中 就是會碰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每個人 就是要設定一個Foundary 我們常說 每個人都要兩分鐘的愛情 兩分鐘的善行 所以直到現在 我還是自己會問音的 但是我看每一封印的 就是希望我幫忙 申請他什麼之類 我就會心裡想說 我從看到這些東西 打案看完 到我整個幫助他完成 幫助那麼多程度 是不是我可以回到身上做完 那如果是的話 那我馬上就回應 而且馬上就回應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馬上就回應說 學習者我覺得 比較適合處理 然後我就忘記這件事情 對 那這個方法也是很重要 因為不然的話 我心想想要很多別的線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方向說 我在退學上面是這樣 我在退學上面 有時候會發到五分鐘左右 那就是因為 因為相當多人看到 所以他有一定的公共便宜 必然在說要多一點點 再話比上是 像G來說 這個我昨天 就回了些位記者 他有把這個CDC 就是機關署 就是每天的疫苗註冊 就是到底寫資費 寫公費 到底要在競爭 等等的這種方式 還有自己整理 整個很漂亮的折扇圖 但是他就問我 他帶我 說為什麼這個 我們的機關署 每天是公布當天的 而不是把過去每一天的 都保留在網頁上面 那這個當然機關署 有他自己的原因 那主要原因就是 他不希望 code out of context 就是不希望說 好像前幾天的明明是舊的資料 但是因為網址還在 然後被擔當的距離 然後怎麼樣 就被放大解讀等等 那這是機關署的想法 但是他是 調查的記者 所以他當然有不同的想法 那所以這兩邊就 產生了不同的 expectation 那我當時一看到就說 那我就先問說 只是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他的想法到底是這個還是那個呢 你要不要先公開解釋一下呢 你是要整個pdf 就每天都保留起來呢 還是其實是你要裡面的 那些數字保留起來呢 那我就剛下載了一個 叫做tahua pdf的一個service 他可以直接看機關署的那個pdf 然後就直接轉出 像這樣子的一個很漂亮的 就是日報表包含這些種人次啊 之前那些種人次 當天那些種人次 累積起來多少啊等等 那所以我想要問他就是說 他如果要這些數字 他還能夠放到報表裡面的話 他可以用這個工具 那如果他不是的話 那就是再說為什麼不是 那再說沒有 他並不是要這個數字 他希望是就是把這些pdf 全部保留在網路上 任何事後成功分析人 都可以對著相同的pdf來分析 他就是一個大家一起檢視的這種氛圍 而不是說每天他要收到一些表格 一些數字等等 那我這樣子為他跟 就是下載這個工具等等 加在一起沒有花超過五分鐘 所以這是我們隨時都會預防的一些 但是今天請來發現說 他需要的是pdf 那我就不會再幫他 我就會跟他說 那你不如就去訂一下那個archive 因為其實有一個網站叫 web.archive.org 你隨時一進去 你想要存那個網頁 你就按存檔 你就可以存檔了 所以你知道 web.archive.org 斜線save 然後後面接https 然後接你想要存檔的那個網頁 那立刻就放你存檔起來 而且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解決機關數的那個問題 就是機關數不想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資料是最新的資料 你看看archive打開這個網頁看的時候 它上面會有一個時間軸 告訴你說這個網頁目前最新的是怎麼樣 但是你現在在看的是幾點幾分的 就資料 那所以既然有這個時間軸 那自然也沒有任何區域的問題 那如果再按這個pdf的話 你就可以取得在那個時間點的 這個新的那一份pdf 所以它其實每天下載的時候 只要不要去機關數的網站 而是去web.archive的這個網站 它就可以取得最新的資料 因為那這只是一個就是非常最近的例子 就是我今天早上的例子 那大概就可以讓大家了解到說 我並不是不願意幫忙 但是我也絕對不會讓你問我 到造成我困擾的程度 我早在造成我困擾之前 我就會說按用這個工具 你要是覺得不會說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那我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所以大概一開始就 把你那是這個態度 就比較不會進入相相感情的這個情況 所以browndery making 其實是很重要的 有18位朋友們問說 你們對於有些沒有禮貌 或者甚至是胡亂發問 而且浪費時間的問題 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都是素材 都是語料 那個我做Siri的時候 就發現說大家會問Siri 各種各樣沒有禮貌的問題 所以你不會問人的問題 都會跑去問Siri 光是說不會當面跟人講的那些 比較abuse的都會跑去跟Siri講 所以我們在Siri Team 也一大樂趣 就是去看大家怎麼樣子abuseSiri 然後怎麼樣子 這些學文學的朋友們 都能夠找到這個機智幽默 而不實有養的方式去回答這些 這些語料 所以就是我在網路上也 在實體行進也 只要碰到這種 我都把它當作語料 就是心裡會說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嗎 對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再去用文學素材蒐集的那種狀態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是不是認為這些發問 能夠展現出一個學校的素養 沒有啊 這是展現出一個學生的素養而已 好的 那有13位朋友們想要會說 配容腦波來告訴大家一個祕密 然後呢 有17位朋友直接提供了這個祕密 那這個問題就 好像這個物質跟反物質一樣 彼此取消 那有14位朋友們會說 我有沒有超能力 我沒有什麼超能力 那我不想我能力比較突出的一點 可能就是所謂的選美一點戰的能力 這個是 如果有人要介紹說 我對自己主要有信心的能力是什麼 那我也不信心的就是說 那不管你對某一個公共因體 持任何的影響 那我如果沒有辦法從你的印象 來感受你的做法的話 那就是我的問題 而且我會想盡辦法 到我能夠從你的立場 看這個世界為止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習慣 也很難說是一個能力 但是一個習慣 只會累積出一個能力 就是每次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能會看到我比戰啊 什麼之類 那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 所以我參加電論比賽 奧利當時電論法 那常常電論比賽 就是你一開始只要停 做準備的時候 不知道會抽到正方還是單方 所以就會變成在準備的時候 正方跟單方都要準備 而我因為那當時對正方配論比賽 很感興趣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所有好的電論體股 其實正方跟單方都對 那這就是為什麼他被選出 還有電論體股的原因 所以其實電論是要想彼此之間互相幫忙 把一個思路走通 那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散附的彼此結論的話 其實很少人會去想到這些細節 所以其實是在幫彼此的忙 而不是說要贏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可能因為從很小 他們的小學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看 所以我現在碰到任何就是 公共政策題目啊 或任何各個互惠 它的價值不同啊等等 我都會覺得說 那你們確實得到的道理 一定得到的道理 沒有意想得到的道理 不過我們應該可以找到 一個共同的價值 然後透過這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創造出一些 它就沒有辦法 對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想這是主要很能力 但是不是這種能力 這不是可以培養的 只要之後我們就是 剛剛參與每次爭執的時候 都保持著全美 跟這樣子的一個印象的話 很快就會累積出 這樣子的能力來 好 那我們還有十五分鐘 還有五十八個問題 所以一定是會來不完 不好意思 對 十一位朋友問說 想詢問在之後找工作方面 公司比較會看打工經驗 還是在學校參加社團當幹部的經驗呢 以我的理解 其實最主要公司看的是 你跟這個公司 跟目前的價值 吻合的程度 就是所謂的 cultural fit 但是每個公司的 culture 不一樣 有些公司跟你 他覺得很 fit 那你可能也覺得不錯 但是事實上 你進入這個職場之外 沒有辦法說 這個 culture 它先是你的上一上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是求職者的話 你要幫未來的你自己也想一想 就是不是你現在覺得 這個是一個 culture fit 跟這個公司看起來相處的很白 就很棒的 而是說 那你在這個公司 同樣的這個 mission 你做了兩三年之後 你會不會像剛剛講到 玩魔術方塊 或俄羅斯方塊一樣 就覺得說 你這個好像會挺絕構的 不要互放 那如果你是一開始就保持這種感覺 就是說要繼續來體驗一下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說 在面試的時候也可以直接講 有的時候直接講是比較好的 就是直接告訴對方說 剛剛我在這邊 我想要累積怎麼樣做的東西 我想要累積什麼樣的資歷 但是在一些時候 我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一開始講的話 他如果讓你起來 那這也是他的責任 他變成是也要很終於 就是最後要去做別的發展 但是如果一開始不直接講的話 那就很容易去安靜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證明說 你在學校的社團 你也是 因為學校就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你在學校社團裡面 你還真的得木房 因為你不會 永遠都是大三 或永遠都是大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你就可以去證明說 即使你木房 那你這個價值有傳承 有較結 性能沒有帶起來等等 那這個時候就是 有了一本氣 就是跟公司說 你有一條做事情是一樣的 你在公司裡面也會開心的 那你要再看 如果是你打算待比較久 而且你也沒有打算讓木房 你打算至少四五年 超過你在大學後的時間 都待在同一個公司的話 那你就可以告訴公司說 這個在此之前 甚至我還在當局勢的時候 我就已經去打工了 不是只是在社團裡面付出幾年 而是做我打工 就是為了要更認識這個行業 更認識這個行業的脈絡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強調 但是強調的比重不同 是取決於你跟這個公司之後 在上屬的過程裡面 是抱持著 就是想要學習到什麼 或是貢獻到什麼 的這個比重去做的 然後進來跳 跟你實際想要能想的 去跟你的面試者說 那這樣子 也非常能夠讓他知道說 那你想要問他的問題 他要什麼樣的角度來回答 我一直覺得面試是爽想的 我以前面試 如果外圈都不問我問題的求職者的話 我們幾乎沒有幾個流入群 所以我是覺得 是應該要比較雙翔的 在討論 那有十歲朋友們 溫順玉婷在哪裡 好的 我看一下 可能在這些地方 沒有附近影片的 手勢寶石 有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未來AI機器人 人物情感是不是有機會的 未來自我心中 其實連同的AI 會不會成為人類的威脅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形態的表現 就是A-Fact 或者是經過什麼常識 現在做的就有了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透過Facebook 什麼樣的方式去說 我要這個說聲勢下很多修圖 都可以把人收到出去 更開心一點 更不開心一點等等 這個都是早就有的事情 所以這邊再問的可能是 AI 會不會感受到情感 而不是會不會表現出情感 反正說情感早就已經會了 但AI 會不會感受出情感 跟剛剛說 AI 會不會有 Phenomen 就是它會不會有一種自我意識的感受 雖然不是完全同步問題 但是是非常近的問題 所以AI 會不會自主的感覺到主觀的情態 同樣的我們現在還沒有足夠 做AI 做到那個程度的能力去回答 所以可以滿肯定的說 就是目前是沒有 但是未來透過Signation 就是拳奧模擬什麼 不會有一天有 大概也會吧 不過那天真的還很安靜的日子 而且那個路徑我現在也想不出來 所以我也很難告訴你說 當他真的有一天 模擬出了主觀心態的時候 他需要拿一些潛力 到現在才能夠的確認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不論自我吸收知識 跟研討的戀愛 會不會成為人類的危險 我常常是拿那個火來當地獄 就是為了說火焰是人類的危險 火焰當然是人類的危險 但是如果沒有移植用火 你就沒有文明 所以這是雙相的東西 那我們看到還活下來的文明 被大家活的態度 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被大家戀愛 一般來講就是如果 越早學習怎麼樣安全的使用火焰 那大家就越不會出事 所以就是我們小學的時候 就開始有加上課 什麼就是可以 即使他都學習安全的使用火 那同樣的道理 加上的社會 不去容忍說 就是任意的縱火 那而且呢 像我們做長隧道 就可能有火災的時候 我們都會找專業的放火 這樣就很奇怪 我們真的是專業放火的人 去放火看看 然後看掏聲 以及其境況等等 建築法規 要到避難等等 就是我們整個社會有一套方法 讓比方不懂得用火的人 能夠更快的找到 稍微比較容易一點的人 讓火焰造成一點點災難的時候 它馬上就可以運行到 讓大家發現火焰造成災難的時候 可以在我們的建材、建物等等上面 一開始就是說 你若要到農村行為 要先瞭解放火這件事情等等 但等這些都做完之後 那火焰真的還不錯呢 所以沒有火焰的話 我們怎麼P4處理食物呢 怎麼會有煙熏呢等等 對不對 那當有P4處理食物之後 那才有現在的文明 就像現在AI 是用P4處理一些 我們不想思索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太值得 浪費人類的時間 用P4處理人類去做 那是不是就是我所說的 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幫助大家的智能 而不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好像威權時的 凌駕於大家的智慧 所以大概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AI所謂的walkization 就是用民主的方式 去了解它 然後去一起制補 那種事情 那16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從台灣的薪資 或者是整體環境的考量 可以建議出國留學修讀碩士 或者是出國留學嗎 當然Edith Longan 當然不建議 不是什麼報處理 但是我已經拿了一針 就是先保護自己 因為先保護別人 所以等到就是你現在拿了兩針 之後 那要不要同意出國 我自己的建議是說 出國幾乎都是好的 但是不是說你出國是為了要取得 有一個優於台灣的選擇 因為一方面 台灣在這一年的經濟很好 景氣 或者是說 大家提醒我們 我們整個台幣 就是低估的太嚴重 是不是長一下吧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會造成說 大家以前一直覺得說 我們相對比起來好像很難受 可是這個問題好像比較沒有 因為你在台灣 你也可以去做國際的工作 事實上有很多人 現在是拿著作業金卡 就是他本來根本不是台灣人 但是他在台灣 比較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現在就拿著作業金卡 然後來 但是他還是幫他們來的公司工作 他可能還是幫戲服 怎麼樣的工作 但是因為現在整個戲服 都已經轉成人去工作 所以他就是來台灣 但是他來台灣 對台灣也有好處 因為他會帶很多新的想法 會帶窗口 會帶各種創業的思路 而且他也會把很多 本來在台灣 但是其實在戲服的人 我所謂Telan Security 就是人才循環回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台灣 反而感覺上 很像就是我之前在戲服的人 的那種情況 就是很多人都在實行的距離 而且這個新的生態宣的形成 我覺得是很快的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只是想要參與這些學問 或參與這些生態宣的話 那不一定要出國 你在這邊也可以碰得到 所以我會覺得 但是你出國如果是說 那你自己有想要做的題目 做那個題目的 然後在國外 而且你沒有辦法說 當然已經好 來台灣陪你 那樣的話 那當然很值得出國 我之前飛六大概 二十幾個城市 然後在每個總大概 兩年的時間 二年五到二年明月 就是因為說 你剛剛是在做一個 新的城市語言 而懂怎麼做 這個城市語言的人 現在叫Raku 那個城市語言的人 分散在二十個 不同的城市 所以我就知道 像剛剛那個 就是在地圖上面 找預定的那個方式 所以在全世界地圖裡面找 我能不能在那裡 做學習的人 然後就一個一個城市 去飛去跟他們學習 那相當的 那當然飛出國 不可能 你不會都來台灣 所以你去衛遊學 我覺得是一家房市 只要你有一個 很明確的題目 那但是當你真的 學了城市之後 我覺得你就有 某個問題 你在那裡都可以 而就只要你在台灣 其實現在在疫情之後 所有你的這一切 不管是所學 或者是之前工作上的夥伴 其實機率蠻大的 就是你還是可以透過網路 繼續一起學 或繼續一起工作 所以你身體也在那裡 可能 主要考慮的還是 就是 光光味 或者是食物好不好吃 平衡快不快 等等這些 所以我們在台灣 都是目的在做這些事情 好的 那有時候 大家有朋友問說 可不可以模仿一下 王世堅 因為王世堅不熟 不知道怎麼模仿 那不過我想這個 等下一個問題 可以稍微往一起看 有沒有人說 我很像獵人裡面的摸牢舞 那樣一起 大家覺得有像嗎 沒有 不是很像 但我覺得比較像旋律 怎麼會像摸牢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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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個網友 這個有時候提到 我這邊提一張旋律的圖 然後說什麼 什麼 心跳的速度 跟講一塊鮮魚 在練打 我覺得那張很像 旋律別的也一定很像 好 所以感謝這個朋友的 創作的創作 來 十六位 請問在公審社這條路上 是不是也不會放棄了念頭 其實我不會把自己看成工程師 我在當時學Programming 就是八歲的時候 很少人把它叫做軟體工程 大概都是叫神式設計 但這也是台灣的一個 語境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 就是Programming在我們這邊 如果去找神式設計師 跟軟體工程師的話 神式設計師的時候 也會開始稍微高一點點 也就是說 我把自己主要看作一個designer 而主要不是看作一個英軍人 第三人他是一個人的工作 英軍人是跟機器工作 那當然Programming一定要跟人 也要跟自己工作 這是絕對跑不掉的 但是你要看花時間 那我在從學Programming開始 我可能 因為做的都是reference design 就是人跟人互動的工件 所以我就算寫出一些網站 寫出一些什麼 那也是跟人互動的方法 就好像說我幫忙slide 我翻新中文 但那並不是我很喜歡 中文在意 也不是說我去研究機器翻譯 成為這些機器翻譯 而是因為我希望 所以這樣子的互動的方式 我可以在人家的互動中的使用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掛在 你看大家用sniper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sniper本身 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有一個需要掛在上面 就是後來我想到 就跟sniper工程師講 但是並不是我跟工程師一起寫程師 那時候從建廣開運動連到 就是實際預購的 包學MT改成的那個in-up-sniper工程師 真的就差那麼小段成長 也要過工程這樣 所以我就三天三頁下去 翻譯寫程師 但是寫完之後 其實就是剛好可以用而已 但是也不是說寫得這麼棒 所以過了三個禮拜 就是到下一個週期的時候 能夠幫我寫程師 就把我本來寫的那一段都已經蓋掉了 我只是到現在真的缺了一個 我就像續航RD 但是這種事情非常少見 所以我現在已經真的很少寫長篇的程式 我大概就是寫幾行去Demonstrate 休想剛剛大家在圖片上面看到說 你用幾行可以解決 我提到八成 那剩下來的兩成 那就是可能沒有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我都是在做一種跟人溝通的程式 支持跟人溝通的輔助 那這樣子的事情 很少的時候 我為了專點程式的邏輯 或者機械的邏輯去寫 那我以前在開發裡面的時候 當然也不得不去一些 什麼什麼就是C 但是那也不是我的想想 就是越靠近機械的我就越不會 那越靠近人的 或越靠近一些休想層的 那這個有志與意 或者是這個 反手問的東西 那個當然是我感興趣的 那這個都是人跟人溝通的那一層 而不是人跟機器溝通的那一層 所以因為我是很喜歡 認識性的人 然後找人跟互動人性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我從來沒有放棄的念頭 那但是呢 你可能希望我怎麼開始出發自己 定位成功的程式 如果定位成功的程式的話 可能會有放棄了 念頭的被控制 那有十四位朋友問說 我今天請教授自己學成績設計 怎麼自學 怎麼進到Happo上班 就是八歲學成績設計 學的時候是沒有電腦的 我就是拿一支簽譯 然後在那個一張A4的紙上面 然後寫這個print 好到work 然後按那個 好到work 然後再來像平常 沒有 先按COS 寫COS 然後再把那個螢幕擦掉 那大概這樣子做了 大概兩三個禮拜吧 就是我爸媽終於受不了了 所以就知道那天天都沒有 但是 就是從一開始對我來講 程式設計就是 我對數學很有興趣 可是對算數一點興趣都沒有 它就是幫我算數的一個工具 但是很快就發現說 我掌握到那個數學 原來我可以做這麼視覺的方式 不動遊戲的方式 也很容易交際太陽知道 而且最好你去交際太陽知道 玩不用花自己的時間 那所以就是寫遊戲就變成我的興趣 所以後來自覺大概都是玩電腦遊戲 然後玩電腦遊戲之後 Figure out他怎麼寫的 然後自己寫給一樣的遊戲出來 那這個是我的八歲到十二三歲 最常學程式的方法 那後來十二歲就加入了 一招OMOUT Multi user function 所以大家一起寫程式的一個 多人遊樂的一個空間 那當時叫做 通關故事 也是T1 NLA的戰 那當時我就學二十歲 那就在裡面學了大部分的CEM等等 大概都是通過遊戲來學 所以我到現在倒是覺得說 不管是學一種新的程式語言 或是一種新的自然語言 像我英語大概 英文大概也都是玩文化方面會學的 大概就是越多人一起學 學的時候越好玩 那學起來就越快 而且也比較勝利 但如果你是把它當作 一種還要得100分 去Stay等等那樣學的話 那同樣就是有新的情況出現 對你發現影響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那這邊有五群人大家可以一起 想怎麼應應這個影響的情況 那也是因為 在這個過程裡 我寫了很多對話機器人 然後也跟對話機器人的 就是Framework 就是專門寫 寫對話機器人程式的程式設計師 那讓別人更容易寫出 對話機器人的這個作品 所以當時就是 T1Lenzo 就是當時Perm這個社群裡面 寫最多對話機器人的那個人 就是有一段很長的合作的關係 那後來T1Lenzo才告訴我說 他在蘋果 那然後他在蘋果 就是當時Perm才被蘋果收購 但是T1Lenzo已經要準備去念博士了 所以他的那個team 現在沒有人帶 那所以他就說 他還是會一小段時間 就是放在蘋果 但大部分時間也要去周學 那但是他希望有一個 他新年過的老朋友 來幫忙帶他的team 所以這個就完全不是面試 就是我們跟他合作一個時間 他經過快十年時間 完全知道我的興趣 什麼 我的能力是什麼 那他要去念博士了 所以我就幫忙這個 他帶一下他的團隊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在OpenSource 或者說 看他們什麼圈子裡面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也可以說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打工 或者是社團 OpenSource 就看看什麼 就有點像是 你不斷津津津 而且永遠沒有結束 一天的社團 那在那個社團 你可以跟他知道 彼此認識的話 但是我完全可以 透過面試的情緒 就可以直接從打工 直接變成在蘋果上班 那我在蘋果也沒有去過 會不會聽到 所以我其實也都是 開心在台灣 但是絕大部分時候 就是透過當時 剛出現的Facebook 等等 的這些工具 來工作 所以我自己就是 落實了這樣 就是聯繫 我請問 我幫忙什麼 這樣子的做法 那現在會越來越多人 用這樣的方式工作 那如果大家對於 城市設計 或有任何設計 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種每段 跨市區跨越的工作 其實真的大家可以想不想說 就在大學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體驗 透過一座社群來體驗 那未來在市場上面 你就可以更加選擇 好 非常感謝 那我們稍微有點超時了 包好一次 那我們謝謝今天 謝謝長大指令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唐鳳今天我們帶來 精彩的演講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 回饋單就是會放在 就是我們的投影幕上面 那再麻煩同學跟老師們 都掃一下QR Code 感謝今天活動的委會 謝謝 謝謝 謝謝